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更多有良心的人站出来 他们也呼吁国际向中共施压 立即释放渡宾 神情宁众没有笑容 东北访民刘华的照片在网路上流传 手上拿着标语写道 我们是走出马三家的女人 强烈要求中国政府 释放维权作家摄影师渡宾 为揭露马三家酷刑而遭囚禁的渡宾发声 曾在中国受过迫害 游泳渡海来台的民运人士烟棚说 中国民心向背 越来越多人敢站出来 需要有更多的像这样 敢于向中共挑战 敢于揭露他们的黑暗 敢于讲真话 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 能够明白真相 更多的人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严谤呼吁国际上应该向中共施压 让渡宾归来 六四学院领袖乌尔开西也说 当国际社会也意识到中国完全不遵守我们所通用的游戏规则 它是一种荒谬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不要走同样的这样一条路 不要把荒谬因为习以为常 而觉得它是天经地义的 更多的有良知的国家 团体以及媒体 以及政府能够给中共 适当的压力 目前访民刘华已经以受害人身份发起抢救联署 渡宾的妹妹也挺身在北京丰台区看守所门外 举牌抗议 渡宾揭发马三家劳教所迫害法轮功与访民的行径后 国际关注声浪越来越大 邢唐人亚特电视 陈祥张志轩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